梅菌性阴道炎怎么根治? 谭洪伟,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妇科,主任医师 梅菌性阴道炎,因为它也是女性阴道炎里边比较常见的一个炎症 那么对于它的治疗上,如果我们在一些实验室的检查明确诊断的时候 我们一定积极地给予治疗 那么对治疗来讲,就是有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配偶治疗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讲究清洁卫生 我们一定要清洗内衣内裤,贴身的衣服一定要清洗 不能也交差感染,再一个一定要通风 一定要多喝水,多接小便 这是我们在预防方面做的 那么治疗方面呢,我们除了阴道放药以外 我们同时要配合口服的一些药物 比如说我们可以放一些科米座栓呀,达克宁栓 这些都是针对于梅菌性引导炎的一些治疗办法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同时口服服康座 这是口服的抗真菌的药 引导炎,尤其是梅菌引导炎 我们因为主张治疗大概是三个月左右是一个疗程 但是有些病人可能给医从性比较差 他甚至可能就忘了放药了 他觉得一好,忙得跟啥一样 觉得放药是一个负担 所以往往就可能忽视了这一点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治疗上就会出现一些瑕疵 有可能会出现复发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足量,一定要疗程要够 再一个呢,就是配偶的问题 因为咱们也说过了 梅菌性引导炎,它也是属于性传播的一种疾病 那么我们在自己得病治疗的同时 一定要给自己的配偶也要做相应的治疗 比如说口服的一些抗症菌的药物 而且呢,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在这治疗期间一定不能有两性的生活 这也是很重要 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要家庭锻炼 一定要提高免疫力 这样的话,其实就提高我们这个对疾病的一个预防 当然这个治疗上,如果治疗不彻底 那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复发 甚至出现难治性的这种美菌性引导炎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改变一些其他的治疗方式 专家提示 一,治疗有局部治疗 全身治疗和配偶治疗 二,讲究清洁卫生 勤轻洗内衣 内裤 多通风多喝水 三,治疗包括阴道放药 逐克眉做酸 达克明酸 口服抗真菌药物 四,配偶做相应治疗 口服抗真菌药物 加强锻炼提高免疫力 官方服抗真菌药物